位于长沙福荣区刘安河东岸的龙平水稻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 主体建筑俯瞰为五里金黄的稻谷,寓意华夏大地五谷丰登 近日,中心设计者探访了这座世界首个以水稻为主题的博物馆 感受水稻石料陈列与多媒体科技融合的别样观看体验 据龙平水稻博物馆馆长张英介绍 博物馆共设置三大展厅 分别从中国水稻历史文化、水稻科技、袁隆平与杂交水稻进行展示 观众朋友们到水稻博物馆呢 一是可以了解第一个厅 那么展示的是我们水稻从史前到近现代的稻作的一个历史过程 还有稻作的文化 第二个厅呢 这个科技厅所展示的就是从一笔种子到水稻的生长 成熟、收割、加工的整个的过程进行一个科普方面的知识介绍 第三个厅所展示的就是龙平院士和我们国家一些杂交水稻研究的专家们 他们在杂交水稻方面所研究的这些事迹 展厅综合运用实物、图片、多媒体和场景等多种方式 面向公众开展教育服务 野生稻模型、距近五六千年的碳花稻谷、早期到作农具等 众多极富历史底蕴的文物与环木影院、幻影成形、360度全息投影等高科技多媒体技术有效融合 生动展现出一粒稻米生长的故事以及袁隆平的两个梦想 黄木影院也是我们这个龙平厅重点打造的介绍袁隆平院士的两个梦 第一个梦呢就是他的河下乘梁梦 这也是他真实做的一个梦 那么我们通过黄木影院这个多媒体的投影来展示他真实所做的这个河下乘梁梦 第二个梦呢我们是通过这个全息的真人投影在他原来这个安江农校的这个微缩场景内介绍这个杂江水道遍布全球梦 通过这种真实场景的反应呢让大家来了解龙平院士的这些研究事迹 在张冠的一角近百种超级道样本陈列于此 观众可通过触摸一旁圆盘上的各类超级道型号图标了解相应超级道的详细情况 为了介绍我们国家目前在研究的这些超级道的品种提高一种趣味性 我们也设置了一个超级道的一个圆盘 通过我们的体感的触摸可以让大家了解到这个超级道的品种的一些详细的情况 特别小孩子比较感兴趣 让他们更多的通过一些趣味性的游戏来掌握我们现在的一些知识 据悉 龙平水稻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 观众可在展厅学习水稻文化知识 也可在博物馆文化园开展户外道座体验活动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